這次超商跟9man聯名推出的 一共有7款商品 99塊了 是我心目中 對他比較期望的一個價格 I've been waiting for you Do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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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h 哈囉 各位 我是台灣小居然 歡迎收看流行大小事 最近有一個知名的百萬youtuber 跟超商做了聯名的商品 沒有錯 今天我買了一整套 就這樣來開箱給大家看 在這之前還沒有訂閱我的觀眾朋友 赶快订阅我的频道 这次超商跟Joman联名推出的 一共有7款商品 其中饭团有两个 三明治的部分有一个 再来就是蛋煲饭跟咖哩乌龙面 还有我们的草莓大福 饮料的部分则是抹茶拿铁 首先是这一款 造烧鸡拌饭 这个售价是23块 有别于以往超商的御饭团 它算是比较便宜的 一打开看到它里面饭的部分 其实是有调味过的 海苔的部分其实就是一般的海苔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觉得吃起来它饭的味道上面是还不错 不会说到很咸 但是它里面就是只有酱而已 简单来讲 这一颗饭团它就是 半配酱 就这样23块 不知道各位能不能接受 那要说好不好吃呢 其实我是觉得不能吃啊 再来是我们这一个 奢华海鲜丼 里面有 鲑鱼卵干贝 它的售价是59元 相较于 市面上超商的饭团 应该是目前看过最贵的 这个一打开映入眼帘的 它的海苔是不是跟刚刚的好像也不太一样哦 好像真的不一样哦 连海苔都有 都有比较高档的变化 那这一个的话它打开它里面的饭呢 就是白色的 我觉得饭本身是还不错哦 粒粒分明 而且很Q弹 不过海鲜的部分看起来其实 不算多 那它那个59 其实 我自己来讲的话 我觉得它的价格 还有它的CP值程度的话 其实 算有点勉强 再来是这个 酱烧烤鸡蛋的三名字 上面写 在地鸡肉跟 日本植树照烧酱 售价呢是59元 也算是一个目前 超商看到最贵的一个 三名字吧 各位看一下哦 这个鸡肉本身是感觉蛮大一块 那这个先前呢 有看了某一台 什么什么 公道阿贝啊 公道 有讲啊 就是说它的蛋的部分 其实只有前半段 那我自己看了一下呢 其实 好像真的是哦 各位看一下 不过这个部分我是觉得还好啦 我不会太在意说这个 前半段后半段的问题啊 因为我知道 有时候可能 照片拍起来会比较好看一点 我比较注重它的口感是怎么样 我觉得以味道上来讲 这个三名字是很好吃 无论是它的酱料 炒鸡的部分 甚至说那个蛋 其实整个搭配起来都还蛮好吃的 而且肉也给的很大块 真的要讲的话 一样都是59块 奢华海鲜丼 跟我们的这个三名字的话 我会选择三名字 不错啊我觉得那个三名字是真的不错 目前吃了三样下来呢 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那个三名字 接下来是这个啊 咖哩鸡排乌龙面 售价99元 它面的部分给大家看一下 是这样子 我觉得它这个咖哩味 闻起来是很香 不过还是要看一下 它吃起来味道怎么样 刚刚说这个一份99 那我们就是用一般外面99 能够吃到的食物啊 作为一个标准 肉的部分的话 它有四片啊 四个 这样子的肉 首先这个乌龙面本身 吃起来是很Q弹滑顺喔 整体的口感上面来讲是不错 那它的咖哩酱的部分呢 我也觉得味道很够 吃起来也不会太咸 最后那个鸡肉的部分 我觉得鸡肉的部分 它不知道是煎的还是烤的 就是我感觉 我吃起来我觉得味道上面 稍微有一点点 蛋 主要就是要靠那个 咖哩酱去撑喔 那价格上面刚刚说 一份99 其实我觉得 是还可以接受啦 再来是我们今天最贵的 八倍欧姆蛋煲饭 香嫩滑蛋跟完熟番茄 那这个蛋煲饭呢 它的售价是 109元 好它的味道上面呢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 还不错 里面那个饭啊 它有那个番茄汁的味道 外面呢它也有番茄 感觉蛮浓稠 这个应该是用真的番茄去下去做的啊 我觉得吃起来是好吃的 再来就是它的这个蛋煲 我前面几口吃的全部都是这个蛋 这个蛋的量我觉得真的是蛮多的 口感上面呢 它也蛮滑嫩的啊 就真的就是嫩蛋 还不错啊 不过它这个109元 以它的等级来讲 我觉得我有一点点 没有办法接受啊 我觉得可能 99块了 是我心目中 对它 比较期望的一个价格 再来是这个 草莓大福 这个售价35元 这个外观上面看起来 是还不错的 撕开包装的时候 那个草莓味直接散发出来 非常的香 真的很香 只是它做这样子 有点不太好拿就是了 这个大福吃起来的口感呢 也还不错 不会到太甜哦 如果是爱吃甜点类 但是 又怕说会不会太甜的女生朋友 可以试看看这一款 我觉得还不错啊 以它的价格上面 跟它吃起来的口感 是OK的 最后是我们的抹茶拿铁 这个一罐呢 39元啊 这个抹茶拿铁我喝下去 第一口 其实就可以感受到很明显的 有一种 浓浓的那种抹茶的那种感觉 甜度上面其实我觉得 大概像外面饮料店的半糖 这一个39元我觉得 我心中一个期望的价格啊 大概是35元 全部都吃过一轮了 其实有蛮多东西哦 吃起来也是还OK啦 因为毕竟要跟知名的 百万YouTuber联名嘛 所以东西可能需要一个 严格的把关 不过说到底啊 它还是超商食品的一个 规模等级 大致上就是这样 那要说好不好吃 其实算好吃啊 只是有一些它的价格上面 我自己的期望啊 是比较 稍微在低一点啊 那有想到常鲜的朋友呢 也可以去你们家附近的超商 买来吃看看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所有内容 喜欢我的影片呢 记得在我的影片下方 帮我点一个赞 或者是你有什么 想要对我说的话 都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是台湾小军 我们下次见 拜拜